主动返乡 打造基地 让偏僻山村传出欢声笑语 跨界转行 导入产业 借特色种植带动百姓增收 全年算下来能挣多少 要挣一万多 挣过于是一万八 一万八 对对对 那还挺不错 今天的生财有道 将带您走进四川绵阳的安州区 安州是一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有山 有水 有花 有草 还有森林 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呢 一定要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那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从一段森林之旅开始 眼前的这片林地 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青松村 安州区 森林覆盖率达到40.21% 区内动物资源948种 植物资源2802种 在这片枝繁叶茂 植被茂密的林地中 我们的记者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拉开距离 拉开距离 后边的同学们慢慢跟上 往前走 别害怕 往前走 注意安全 好 同学们 谁有新的发现 告诉老师 这是咱们山上特有的 叫做山茶树 也就是这棵树 它山茶树的果实 果实里边的种子已经掉了 用山茶树 那果实炸到油 就可以叫山茶油 明白了吧 这个是树莓 它接的果子可以吃 一个小红红的 一个小豆 酸酸的 可以吃 但是进入森林里以后 野生的果实 咱们不要随便采摘 更不能随便吃 置身于林地中 孩子们可以零距离地 亲近自然 探索自然 并在专业教员的引导下 更真实生动地 收获生物知识 丰富户外常识 今天好不好玩 今天 好玩啊 这里有军写感 您觉得今天学识到了些什么 比如到了大自然的奥米 和昆虫的知识 然后还有许许多多的 花草之物 学到了许多的生物知识感 这个占地660亩的园区中 超过60%的土地 用于自然科普 亲子体验 研学教育等相关项目 置身其中 孩子们可以在各种主题活动中 尽情展现自我才能 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你这个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好复杂啊 看上去 融 自个儿想的还是老师教你的 跟他讲的 要对你爸更多啥的人 都是你自个儿想象的 你待会儿还准备做个什么 跟这开别走 不难看出 这里依然成为孩子们寻找欢乐 增添爱好的乐园 园区是分为几块呢 分为三大块 最大一块是自然教育基地 第二块是民宿 第三块是休闲农业 那为什么要把侧重点 放在那个自然教育上呢 自然教育这块是我一直想做 并且是 主要是我们在里面 自然环境特别好 原生态植物特别多 我就想把它全保护起来 像这种自然教育的课程 设置上有多少种呢 现在有138种 自然教育课程 就是都是关于植物和生物 有很多昆虫小动物的一些 并且跟着相关的一些趣味活动 在愉快的玩耍中 他就能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 并且有用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初 从四川美院毕业的桂小华 便前往新疆 从事室内设计工作 从业近30年 期间不仅通过独特的设计理念 和精细的施工工艺 在当地收获了雷雷硕果 而且还因工程建设 先后带动全村近400余人 到新疆务工 在解决家乡就业问题的同时 也大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一个是在家里面的经济条件也都不好 因为光在家乌龙的话 他一年的收入才300块钱 到我们那边去一个月就300块钱 他一年相当于3000多块钱的收入 他们肯定对他们来说 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从20多年前 带领村民外出务工 到现如今主动回到家乡 当问及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时 桂小华解读了其中的原因 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 根据自己的专业 我想能够把我们这个 从来没有人来过的地方 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 很美丽很有名的一个小山村 让外边的人都知道 我们贵家玩这个地方 依托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打造包含多种经营项目 在内的农旅融合基地 这让桂小华多年的设想 变成了现实 而家乡如此大的变化 也让当地的百姓 得到了前所未有 且出乎意料的收获 这个园区是流转了 600多亩的土地 那些位村民们的情况如何呢 他们现在应该是 都有特别欢迎我回来 并且很高兴 因为跟以前相比 收入增加了很多 就是流转土地的收入 不光是流转土地的 租金费用 我们有很多 一大部分是固定用工 我们全部用我们本村的村民 南代现在是3000块钱一个月 女代是1800 除了这些用工的收获 还有别的收入吗 为了让他们都有公司主人翁的感觉 所以说我把我自己的50%的股份 就是稀释给他们 根据每一个能力大小 可能有一点 两点 三个点的 就给他们 都分给他们这样的 就让他们跟公司共同成长 全新的收入分配方式 让在基地物工的村民们 分享到了主人翁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但对于贵小华而言 核心问题依然摆在眼前 毕竟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很有限 我就想有很多在外打拼多年的 有很多有能力的 有思想的这些年轻人 还有一些在外边 这是真正闯荡了很多有经验丰富的 我想让他们回来跟我一起发展 我觉得这样可能让我们家乡 发展得更快 更好一点 自2012年流转土地 到2018年的破土洞工 再到基地的投入运营 无论是规划布局还是施工建设 贵小华必然是亲力亲为 而对于基地所主打的 自然科普研学教育 它自己的确是个门外汉 对此它又如何填补自己的这一短板呢 咱们园区现在设置了这么多的课程 那在人员和师资力量上是怎么构成的呢 人员这一块其实我已经经过十年的积累 我们选拔了很多 特别是有一个是上海 它从事了十几年就是这种团建教育 它也是我们本证的 所以我就把它也请回来 最重要的一支援是我们当地的幼儿园 有三十多年的经养的园长 他们的经养更丰富 能够把我这一块的很多过程更充实 怎么把它们留下来的 就主要是除了基本工资以外 我把我自己的剩下50%的股份 又拿出10%给我们的核心管理层 核心团队的建立 让基地内的教学设置更具特色 课程实施的体验感和专业性更强 而一心要通过自己的所学所想 来改变家乡面貌并付诸实施的桂小华 也真正让这个此前无人问津的小山村 出现勃勃升级 咱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开始营业的 从去年的5月1号开始 那到现在它的收入怎样呢 现在是到现在为止大概200万左右 200万 那是怎么构成的呢 是以自然交流占比多一点 大概160万左右 其余都是另外两块 对 另外一块是民宿休闲 那对未来的预期 估计在明年5月1号左右 应该在1000万左右 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精确的数字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跟我们安州区的 12万就是中小学生幼儿园 已经签订了框架协议了 还有一个是寒暑假的时候 跟那个有很多那个夏令营团队 我们也都已经过程安排满了 所以今年一年的这个项目 已经排得满满的 所以说已经知道 我们今年的一年给了 安州区位于绵阳市西南部 四川盆地西北部 介于北纬31.23度至31.47度 这里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无双漆长 这样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 让晚春里的罗浮山下花香四溢 现在这个玫瑰是属于圣花期吗 当然是嘛 这个花这几天还没开到很多 今天天气太阴了 我都已经觉得很漂亮了 那这个花叫什么品种 这个花是大麻式的玫瑰 这个花的香性 它是普通大种 人口度相当高的一个品种 李大哥你当时怎么想到 要做这样的产业呢 当时也是很偶然 跟一个朋友喝茶的时候 然后喝到一杯这个玫瑰茶 然后就感觉这个香性 我很喜欢 然后我就到全国国地进行考察 比如山东平银啊 甘肃的枯水 然后新疆等国地去考察 然后最终我选择还是种这个品种 因为就相信我特别喜欢 就自己感受到特别喜欢 想带给更多的人 对对对对 那以前你是做啥的呀 我以前是做建材销售的 这个跨界有点大 对对对 之前做建材销售 如今做玫瑰种植 这样的跨界转行 确实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但商业敏感度很强的李戴金 却有自己的考量 在考察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这个玫瑰的产业 它的开发的重生度很长 那么它的产品的附加值相当高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阳光的一个产业 有发展前途 然后我也想回到家乡来 带动我们家乡来共同发家支付 2013年至2015年 李戴金先后投入1800万 在桑枣镇流转五个村 14个生产队的1187亩土地 开始了大马士革玫瑰的种植 如今有了多年种植经验的积累 在交谈中就能感受到 它转行的成功 咱这玫瑰花长这么大 它需要多长时间呢 像这一株肯定是三年以上的 它才能长得这么大 我看这一株上边就有 这花骨朵挺多啊 对 它这个三年以上的花 基本上就算大的省长期 那么一株玫瑰 基本上就是一倍多多样子 我们岸头这个地方呢 跟宝加利亚玫瑰谷 通出那个博位30度 气候条件是相当相近的 都在一个维度上 那它的环境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环境特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花期的时间 在空气湿度是达到75%以上 因为这个花它的空气湿度越高 它对今有的保有量会更好 我们的参数量它会更高 那么第二个在我们的地区 每年冬季它会出现三天以上 凌度以下的气温 说不低的温度 那玫瑰花不得冻死啊 不会不会 这个花它就需要一定的低温 它低温的条件下 它会使这个玫瑰花进行休眠 再促进它的花芽分化 使来年的花的产量会更高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到了采花期 大量用工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当地村民收入的来源之一 您采多少花了我看一下 如果把这个采满了 要多长时间呢 要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那还是挺快啊 我看挺熟练 你要不教教我 我来试一下 试一下试一下 这多好 不财不财 这上面好多次啊 我得这样把它护着 然后呢 你短点怎么撇就短 我怎么没弄得 这样掌握了要领 这样 那你每天都过来采花 花期二十多天 我们就要采二十多天 那每天采花 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一天能挣七十 那您这个花期的时间 你就可以挣一千五六了 花期二十多天 除了这个花期的时候 咱们来采花 平常还做些什么呢 平常就出草 休止 私肥 也就是全年都有工作 那你都土地流转 也是在这儿 土地流转也是 保险他们在 那你全年算下来 能挣多少 我们要挣两万多 由于一年里的采花期 只有二十七天 因此玫瑰种植园里 每天的鲜花采摘量 都要达到两吨左右 不仅如此 采摘下来的鲜花 必须做到就近产地加工 这让李戴金 在桑枣镇的十四个种植点 都忙得不亦乐乎 好多花 真的是 来给大家展示展示 是不是隔着屏幕 都能够闻到花香呢 真的是很香 这个是分剪 挑选 挑选这个花朵 我们主要是挑选 像这样子 那个白种的花 这花板就主要就是 这这个上面 这个有板点的这个花板 我们就看一下 挑选的时候 就是把这些 专门给它 对对对 这一片也是 对 这个花 这样就好看多了 就好看了 然后用这些红纸 玫瑰花灌茶 玫瑰花灌茶 对对 这个玫瑰花呢 它一般挑选出来 只有一半 可以来制成玫瑰花茶 剩下的一半 就像这样子 这只就是剪出来了 那这样剩下的 这些花瓣 还有这个 都不能用的 这些花朵 不会扔了吧 这个多浪费 这个是很珍惜的 我们珍惜每一片花 剩下的这个 我们就是用作去 提玫瑰金油 或玫瑰春炉 包括就是 提了玫瑰金油 和春炉之后 剩下的玫瑰花杂 以前我们不晓得 那个花杂 还有很多的用处 我们都是拿去换天 来煮肥料了 但是通过 我们在市场的 一些科学服 还有一些扩建机构 他们对这个的研究 那个花杂里面 它还富含有多分 还有玫瑰红筒 这些优小的元素 然后用到 四平衡以后 又平衡也去了 作为世界公认的 优质玫瑰品种 从分选 到制成各种产品 再到废料残渣的利用 可以说 礼带金 把每一片花瓣的价值 都挖掘到了极致 这就是我们 包装好的成品花观叉 这个是我们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咱们一年的产量 是多少呢 一年的产量 就是10多元 收入是多少 就是480万左右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玫瑰金油 玫瑰纯炉 这两款产品的 收入大概就是 80万左右 所以我们全年的 中产值 也就是达到 560万左右 在采访中 李戴金告诉我们 现在玫瑰花 产量在150公斤左右 如果鲜花产达到300公斤 那么它的玫瑰种植基地 将会有长足的发展 为此 它将采取何种措施 实现这一目标 今后在产业布局上 又会有哪些发力点呢 现在咱们这个玫瑰的 种植面积是1100多亩 那李大哥 接下来还会扩大这个规模吗 不会了 我还会有意识地 所谓规模 这个玫瑰产的这个 它其实它的风险点 还是很大的 我们所谓规模这块 是为了规避一定的风险 我所谓规模 我们建一个 两三百亩的 一个标准化基地 我们可以做到 标准化种植 精细化管理 然后再发动 我们的社员 也参与其中 因为现在我们合作社的成员 仅仅是在我们玫瑰园里 武功来赠一份收入 来种植玫瑰 然后让他们享受到 这个玫瑰产业 给他们带来一种红利 我下一步的重点 放到玫瑰产业的 后期的一些产品的研发 和开发上 挖掘到盈利点 对对对 在新产品当中挖掘到盈利 提升这个产业的 一种附加值 同为蔷薇科植物的月季 此时在安州区 塔水镇的浮平村 正当盛花期 320亩的月季花海 五彩斑斓 争其斗艳 以前在别的地方 看过这么大面积的花没有 看过 但是没有这么多 没有这么大的面积 这里搞得比较好 这里花简直是千九百美 特别的美 因为花期这段时间 属于王季嘛 来的人也比较多 像平时天 星期六星期天 因为小朋友的话 人还会比较多一些 那收入怎么样呢 收入的话 我们先买水 饮料啊 加上这些小玩具 一天就三四百块钱 一项三 星期六星期天 小朋友比较多的情况下 又碰到五六百块钱 钟大哥 我看这个月季花 有红色的 粉色的 还有那个黄色 它颜色特别多 对 我们这个园呢 不止颜色特别多 我们这个品种也特别多 主要是这个树状的月季 然后还有藤门的月季 还有地背的月季 如果从花形上来分呢 有大花系列的 有风花系列的 整个园区呢 有两百多个品种 两百多个 对 我也第一次知道 这个月季有这么多的品种 那现在这个月季花 它算是圣花期吗 对对对 现在的四月份到五月份 和十月份到十月份 是我们这个园区的 这个圣花期 每年来的游客呢 也特别多 有全国各地的都有 安州区地貌分为 平坝 丘陵 山脉 三种类型各占三分之一 如此大规模的月季 扑萨在这样独有的 地形地貌之上 错落有致 游客漫步其中 一步一景 美不胜收 咱们这个月季园的 经营状况如何呢 这个月季园呢 现在是四五月份 和十月到十月份呢 一头乡村旅游 主要是门票收入呢 有两三百万的样子 我们主要的经济收入 就是靠这个门票 不是不是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花卉苗目基地 主要是对市政工程上用 还有就是酒店 还有就是现在的市政花园 这几块加起来呢 一共有一千万左右的 苗目销售的收入 如果加上门票呢 一年大概有 一千二百万左右的收入 作为安州区最大的 月季观赏苗目基地 自2015年流转土地 发展至今 基地内每年的用工需求 已成为当地村民 就业的好去处 我们跟当地的农副 土地流转过来以后呢 他们也在我们这个园区 务工 因为我们这个园区呢 特别大 他们可以在里面除草 施肥 修枝 剪枝 然后包括嫁接 我们每一个月呢 就是人工这块支出的成本呢 差不多是二十多万 一年下来呢 接近三百万左右的人工支出 师傅 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们正在嫁接 嫁接啊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是为了让这棵树上 能够开上多种颜色的花 多种颜色 我开始还以为 它本来就长那样呢 不是的 是我们从荷兰请过来的嫁接师傅 教会我们嫁接的 那您现在已经学到了这门手艺 那一天挣多少钱呢 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做这个吗 不是的 这是春季嘛 就是一个月嘛 然后冬季呢 就是两个月 十二月一月嘛 它一年就是三个月 那一个月那就是六千多 三个月就是一万八嘛 一万八 一万八 对对对 那还挺不错啊 魏大哥告诉我们 像他这样的嫁接工 园区自己培养了八个人 不仅学到了技术 还成了其他人 眼里羡慕的高收入群体 以前我们一户农民 这个种田 大概就有两三千块钱收入 那么已经这个月季园以后 他到月季园来物供 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两三万 这个增长是十倍左右 我们常年在这里物供 大概有三百余富 每一年可以给这个福平村 带来一千万余元的收入 这个月季园对我们这个镇的 这个辐射带动作用也是特别的强 每一年他这个到这里来的游客 大概在十万人左右 那么可以带动我们周边的 这个餐饮住宿以及观光旅游 可以增加五千万元的收入 在安州 既有扎根乡村打造主题基地的回乡建设者 也有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特色产业的致富带头人 他们各具特色 为地方发展增添了新内涵 丰富了新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